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师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戴马sir 感恩王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好了,今节讲讲一位美国的前领导人 就是这个Colin Powell Colin Powell,即是鲍威尔 他就84岁了 日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为什么去世呢? 是因为他新冠肺炎并发症 而去世 他亦是首位非裔国务卿 他的家人在面书上说 美国当地时间18号 Colin Powell,即是鲍威尔 死于新冠病发症 家人说他已经完全接种疫苗 他已经84岁了 这位阿哥 华威尔 其实 他就是首位非裔国务卿 他在 2021年 10月18号就离开了 其实他的这一生人争议性也挺多 当然他在1990年到1991年 在海湾战争当中 担任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 亦是第一位担任美军最高军职的 非裔美国人 在2003年 在2003年 他就说伊拉克收藏了 致命的 一些 军备 所以就出兵去伊拉克 最好笑的就是 当时 他 时任美国国务卿 在联合国 拿出了 一 铜粉 那 有一个 搞笑的就是 叫他洗衣粉 国务卿 为什么呢 因为 有人就说这个是洗衣粉 究竟是不是 我觉得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但是 有这样的机会 是不是也不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 证明了 他是说大话 到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 美军 没有在 伊拉克守到什么 什么致命 那些武器 所以呢 当时 巴威尔手中的白色粉末 为什么人家说是洗衣粉 不是其他粉呢 那我们说一下原因 就是被俄罗斯总统普京 调刊他 里面 可能是洗衣粉 所以就将这个 笑话 一直流传到现在 究竟是不是洗衣粉 我觉得不重要 有机会的 什么粉都可以 大马sir在咪下说 可能是胡椒粉 这个是不重要的 日常找到的粉末之一 其实我觉得 就算什么粉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他在 这个出兵伊拉克 就是 有人说他 就是他 这位著名军人 人生的 一大壶点 所以 究竟是洗衣粉 还是 胡椒粉 还是梳打粉 这个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我看着他拿起那个颜色 就好像不是很白 究竟是不是洗衣粉 这个是普京调刊他 所以每个人都说是洗衣粉 当然 有些内地的工资说 一定是洗衣粉 什么取死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 都说这个不是重点 是不是洗衣粉 我觉得不是重点 最重要就是他 是不是说大话 现在 今时今日的证据就显示 美军从来都没有在 伊拉克 搜到他们说的那些 化墓 所以 这个就是他人生污点 他是由一个 士兵变成一个政治人物 做国务卿 政治人物 是吗 是 他 刚才也说过 他是 很少黑人 当然 后来有奥巴马 但是 很少黑人 会做到这么高的职位 做到 国家安全顾问 还有参谋 掌联席 会议主席 和国务卿 可以这么说 在他2005年退休 他是美国最受尊敬的 军事人物之一 但是 对于世界来说 他最出名的就是 整个职业生涯 即将结束的 一个失误 就是 美国情报机关 就说 伊拉克是有大杀伤的武器 当然最后还没收到 刚才说过 这个情报 不单止是令美军 投入了很多 炒车 亦都令到 其他 所谓美国的盟友 都是大事 跟车一起炒车 是的 澳洲也有份 澳洲也有份 相信你 普京 是的 所以普京 调刊他也有趣 说这个洗衣粉 是的 我只觉得 他人生中的污点就是 无论这一条 是否洗衣粉也好 他人生都留下了污点 他 就令到美军 和盟友 投入了巨大的 支援 亦都损失了不少东西 除了人力 之外 人命也有 他40年的服务 作为国家顶级的士兵 外交官 和 当然 这个国务卿 也是 值得 美国总统信赖 但是他2003年拿着这一条 不知道是什么粉 你说洗衣粉 什么粉 胡椒粉 什么都好 拿着这一条粉 在联合国 安理会上 说这些话 其实 后来就 令到他的 明星受损 虽然 有 媒体 访问他的时候 其实他自己 都是心存疑虑的 但是最后 他也是 提出 要出兵 他列举了当时 大家记得 撒达姆侯采恩 因为有大规模的 致命性 武器 对世界构成 一个紧逼的危机 所以 就一定要出兵 最后证明了 这是虚假陈述 对伊拉克的 入侵也好 出兵也好 军事行动也好 你怎样说都可以 即是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开始 其实就是 大家觉得是最 不想开始的 时候 而且是基于一个错误的讯息 是的 是的 这个时刻也影响了美国十年的外交政策 大规模的 毁灭性 军备 从来没有发生过 从来也没有 发现到任何 他说的东西 鲍威尔 的记录上 可以说是 的的确确是有污点的 影响了他全球的声援 亦都影响了美国的声援 是的 并且是启动了一场 真是很昂贵的 叫做出兵 军事行动 嗯 对于一个 以 他的 名字命名的 一个理念 就是基于他在越南服役 经验的 就叫做 鲍威尔主义 因为 美国必须 有明确的军事目标 进行 战争 但是这次 他的 目标是什么 就是为了 这一条 洗衣粉 还是什么粉 英叔粉 或者胡椒粉 不要紧 其实 他展示的粉末 是不是洗衣粉 什么粉都不要紧 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 是一场叫做 没有必要的战争 嗯 他 后来 将 伊大克的法兵 都说明 是自己纪录上的一个污点 他2005年曾经说过 我是代表美国向全世界 介绍 这个 伊拉克战争的人 他 就是这个 向伊拉克开战 张永远是他记录的一部分 他就说 那时候很痛苦 现在 2005年的时候 也是痛苦 他在后来的一次访问当中 承认 这份报告 其实是充施着 不准确的内容 而且 扭曲了第2 任 部署政府中 其他 人提供的情报 对于有些事不见 有些事就是放大了来说 在2003到2011年间 这场 伊拉克战争其实就使 4500个美国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另外有32,000人受伤 包括伊拉克平民在内 离开了这个世界的人数 是未知 有可能是几十万 哇 是啊 是啊 这场冲突 为很多问题奠定了基础 这些问题 令到伊拉克 之后的20年 一直陷于 教派之争 还有就是暴力 还有就是经济危机 亦都令到后来一大堆极端分子 包括什么国 和为美国在阿富汗、 罪利亚和其他地区 带来了持久的挑战 这个国家曾经是文明古国 因为它 曾经伊拉克都是波斯文化的 一个 有部份 变成了废墟 亦都成为了极端主义的资深 最终令到 某某某某国 即是 那个 在阿富汗搞了很多事的 那个恐怖组织 现在还非常活跃 非常活跃 越搞越劲 没错 全球的超级大国美国 也都 令到很多人失望 因为 他的道德 权威 受到永远的损害 这个鲍威尔也说过 这个Colin Powell也说过 美国公众 很快就对 海外的冲突感到厌权 真的 其实侧面也都帮助了 川普的崛起 因为川普曾经承诺 结束所谓的 永远的战争 虽然 鲍威尔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圈子 依然是一个受到尊重的人 但是 他的行为 在之后的岁月里面对他 产生了沉重的影响 并且体现了一个 错误的决定 是怎样令到人心痛 亦都是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在 喬治布朔 的第一任 期结束的时候 他就从 公职中退休 当时 伊拉克 战争正在恶化 大家对他是不是可以 或者应该做更多 工作来避免 这场战争 的质疑是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觉得 他就是助纣违约 其实不止觉得 某个程度上来说也是 其实 其实 他 之前就被誉为 国家英雄 但是 第二次 海湾战争之后 大家对他 充满了疑问 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个骗子 嗯 第一次退役 是1993年 当时 这位被誉为美国国家英雄 鲍威尔 结束了第一次海湾战争 就把萨达姆后 赶出了科威尔 但是 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时候 就将美国 卷入一场 混乱的战争 他 亦扮演了重要角色 虽然是这样 美国的政客就说他 美国总统是一个 开拓者 开拓者 是的 开拓者 说得这么正面 是的 虽然是这样 这个鲍威尔 对于很多美国总统来说 也是有贡献的 帮他们做一些 我觉得小弟觉得是dirty job 是吗 可能他并不想 可能他亦都知道 也是那句 无论是什么粉都不要紧 就算他展示的是 生粉 也不要紧 太白狂 是的 但是 反正就是这样 令到 美国刚才说的 选择了差不多五千人 太巨大了 太巨大了 他 重均35年 为什么他被誉为国家英雄 因为他是个小数族裔 他是黑人 很少黑人是可以 爬到这么高的 这是现实 因为之前没有奥巴马 他亦都是 作为美国梦的一个象征 因为 他的 父亲也是牙买家的移民 他自己在1937年出生在 哈林区 在纽约长大 他在1995年 有本回忆录 叫做我的美国之旅 他说我的故事 是来自一个 经济条件 十分差的移民家庭 而且我们是黑人 之后 在2020年 全国各地城市 因为这个 BLM 佛洛伊德 很不幸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鲍威尔 又重新登上了全国的头条 在国民警卫队 放眼泪弹 清场的时候 特朗普威胁 对他们用军事力量 鲍威尔 是评击了当时的总司令 因为他是黑人 其实当时 风头火势 他这样 出来说的 挺大胆的 他就说 如果特朗普真的这样做的话 就等于 损害了 军队和美国公民之间的关系 其实美国人对军队 也是有一份崇敬的 就说 甚至骂特朗普是一个习惯性的骗子 已经偏离了宪法 他这件事就做得很好 而且 他在电视评论当中 他亦是支持周 就是周老太太拜登 打破了他原来的共和党根基 甚至 跨越了 朗努列根 和 老布殊 小布殊 的一些以前的信徒 对他不扣他也照说 这件事就赞回他 有些原则 有些原则 更加反称 他 这一枝 什么粉 当时的 无知也好 或者是虚偽也好 总之 他自己也承认 这件事 不单止是Seven 是令到他 觉得羞恥 他自己说是痛苦的 是吗 是吗 他自己 的的确确是接受这个 ABC 即是美国ABC访问时就说 是 的确 这是我人生污点 嗯 而且他也 为这次 西梅也这么说 是叫假作证 是道歉的 当然 这样看似 巴威尔先生 也是有少少 含恨而终 因为做了这件事 对吗 不过 这么说 这个错误实实太大了 是的 真的太大了 太大了 这位 非裔的 美国国务卿 怎样都好 美国的总统 都会 表示对他哀悼 赞扬他 如拜登刚刚发了声明 就说 巴威尔不断破除种族 阻碍 为联邦政府 他人开拓道路 他是位爱国者 可能他出于爱国 所以做了一场假政工 亦都说 巴威尔 拥有无人能及的 和荣誉心 体现战事和外交官的最高理想 其实 拜登是和他一起做过事的 他就说 回忆过去和巴威尔共事的日子 拜登就说 在巴威尔担任 白宫安全顾问 还有 国务卿期间 身为议员的 拜登就和巴威尔 是紧密合作的 两人共事多年 虽然有些意见是不合 亦都不同 但巴威尔 是可以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 并且以尊重的态度 对待拜登 拜登老实说 是 巴威尔是我的朋友 其实政见不同 都可以成为朋友 是 你打算是皇友吗 这些激男和心王都一样 是 拜登也说 无论是信景地 亦是 他能够 信赖的自己 两人 合作愉快 整天是开玩笑的 拜登也很感性地说 我永远都会感谢他 支持我竞选美国总统 这个 是为国家灵魂而知 我会想念他 而且 亦会怀念向他 叫做 请教问题的日子 其实现在 拜登 也正常的 在白宫所有联邦大楼 和军事基地 还有海外司官 串包 下半期 这是正常的 向鲍威尔和他 不生服务 是致敬的 致敬的 我们看到 提名鲍威尔担任国务卿的共和党籍前总统小布殊 就是George W. Bush 他也发出声明 他和他的妻子因为鲍威尔的势势感到悲伤 他认为鲍威尔是位优秀的公婆 以家庭为中 小布殊也说 多位 历任总统都信 乃鲍威尔的建议和经验 鲍威尔 也挺厉害的 朗努列根年代 已经开始 担大旗了 任内就担任 国家安全顾问 他父亲 老布殊 George H. W. Bush 和Bill Clinton 克林顿 任内就担任 国防部的 要职 在小布殊任内就担任国务卿 小布殊就说 他 就是鲍威尔 受力任 美国总统的喜爱 他曾经获得 总统自由勋章 而且仍然是两次 厉害 鲍威尔分别在1991年和1993年 获得 鲍威尔和 克林顿班法 给平民最高的荣誉 就是总统自由勋章 这位 黑人的美国前高官 随着他 离开这个世界 可能有些真相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 这不重要 其实 这么说 他对美国是否没有贡献 不是 当然不是 我觉得 我觉得 他发动了一场不宜之战 第2次海湾自争 可否说他过大于宫 对于美国人来说可能是 但对于 伊拉克人或者其他 受到一些极端分子 襲击的人士来说 可能不是 因为你知道 侯彩因倒下之后 很多极端组织 更加大祸 更加大祸 你说对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再见